大家好,我是長一平,今天是9月12號 我發現我這個座席已經完全不適合在農村待著了 才11點多,這個蔥子裡面好安靜啊 你看我阿伯去世了,他們家大門禁閉 我剛才出來的時候碰到我大大,他說我女高睡得呼嚕正天響 哪有這樣收齡的呀 唉,所以我這個也怪我,白天就忙了一天沒有閒下來 晚上這會兒才想要路去保日治 結果沒出路了,因為我大姐今天來了之後就沒回去住在我現在住的那個房間隔壁的炕上 我就不方便說話,然後到蔥子裡面,因為這都睡了 這又是個葬禮的氣氛,我一個人在這裡像個孤風野鬼一樣遊蕩也不合適 哎呀,真是,本來這個家裡有事了,大門是不閉的 整天晚上,整晚都有人守連,然後即便是他自己賭家累了,像我這樣的侄子也會在那邊守著 結果他們家門都關了,我進都進不去,我想給我阿伯進個校都沒有機會 真的是豈有此理,然後今天白天呢,我寫了一篇當年我阿伯的文章 後來當時覺得寫的很苦悶 晚上稍微修改了,調皮了一點,最後就發出去了 要把我之前好久都沒用的這個微信公號還找到了 也算是個功德意見 發出去之後很快,大概一個小時之內吧,不到一個小時就打賞了七百多塊錢 這當然跟我的文章寫的好話沒有任何關係 就跟張凱那個文章打上一百四十萬一樣 主要有這個主類的兄弟姊妹給他的資助的意思 我好久不寫了,我看了一下大概五個月了,五個月沒寫東西 那總之別的一些有善良,有慈善心的同仁的善款 所以我只是恰巧出現了這麼一篇文章 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確實覺得應該稍微改一改風格 因為畢竟已經很長時間都沒有說話了,這樣下去也不好 我也不可能跟著誰的節奏來起舞,還是要有自己的風格吧 希望後面能多一些聲音,多一些跟大家互動的機會吧 總之還是感覺挺好 今天做的這間飯也很好吃 我今天這個減肥大忌,估計是就要泡湯了 但我還在努力,還在克制,我今天晚上去打籃球了,要歐 鍛鍊了一下之後,感覺那個沒那麼脏了 好了,我就不在這漂泊了 我自己都覺得很奇怪 今天就先到這,大家晚安,晚安 我們下一個人 麻煩了,晚安